哈囉我是魔幻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一拳超人呢? 最近有一款一拳超人的首款3D動作手遊要登場了 那不瞞大家說 我最初聽聞一拳超人又有新手遊了 我就以為這也是怎麼一款犯湯不犯藥的犯皮手遊吧 結果這幾天去體驗下來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發現這款遊戲是真的非常的有心 真的實際去遊玩 能切身的感受到他們製作主說的 想要做成突破慢改天花板的野心 他們希望能做一款獨有的質量品質極高的慢改遊戲 並且希望能成為慢改這一品類遊戲的業界標杆 甚至希望我們這一些其他的玩家 以後再看到其他的慢改遊戲的時候 都能夠想到如果是由那個一拳超人世界的製作團隊 T366來製作的話 那就更好了的想法 所以他們說一定要把一拳超人這個IP 做成慢改界最強的慢改遊戲 是的他們就是有這麼大的野心 怪不得我這幾天體驗下來會這麼的震撼 真的是慢改神還原 很多經典的角色、場景、劇情、名場面 全都以3D呈現出來 而且更讓我驚奇意外的是 就例如我們在播主線 體驗到了叫進化之家 阿修羅獨角仙劇情的時候 也就是動漫第一季的第三季 像是我現在播的這段劇情 就是動漫和原作漫畫中 屬於是被簡單一下子就帶過的劇情 而我們卻能夠在遊戲中 以怪人的視角 也就是阿修羅獨角仙的視角 來補全這個劇情 而且阿不只是單純的看看視角 這麼簡單的喔 這裡讓我最感到意外的就是阿 我們居然能夠實操 我們能夠扮演反派的視角 來操縱怪人 體驗他肆虐那些博士的複製人 體驗這名怪人的割草無雙 然後他在這個小空間裡 已經殺了一堆複製人 然後他現在要怎麼樣呢 他要衝出去 我們從現在這一段原創劇情 我們能感受到 就原來阿修羅獨角仙 是被關在這麼深的地方喔 對吧 原來被關在這麼深的隧道內 然後還有這麼多層的這個牆壁 給他層層的服務 真的是超多道的 喔 破 哇 這段野獸真的很有震撼力阿 喔 回魔一燈 好 章節告一個段落 好 那後面的這一段劇情 就是他跟博士的交談阿交易阿 以及跟奇遇老師的相遇 那這裡呢 我先簡單的帶過喔 先簡單的帶過去 然後他邀奇遇老師換個地方打架 那我這裡就直接跳喔 直接跳到就捷諾斯這裡 插手要打架的地方喔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換我們玩家操作捷諾斯的視角來 跟阿修羅獨角仙打架啦 喔 這個不得不說 這個戰鬥的手感阿 那個打擊感 回饋感阿 哇 那個實際操作體驗阿 就知道了 真的做得挺不錯的喔 喔 閃現 喔 看 他還嘲諷捷諾斯 天啊 喔 飛起來 阿 這個被打到 阿 被擊飛了 好 這裡我破一段他這個 劇情動畫 喔 這戰鬥很激烈阿 是手人 暴走 啊 拋擦 啊 鋪 哦 哈去 哇 飛好遠 天哪 哇 啊這個姿子也是還原動畫的 好了 再給各位看一個 另一個名場面喔 好 阿修羅獨的攻擊結果 出於本人的反應 直接推得非常的後面 其實阿修羅獨角先將其實還蠻厲害的 他能察覺到 出手就要被幹掉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日齊老師的臉 那對於以上小小部分的劇情切片分享 不知道各位感覺是如何呢 我自己覺得不光是還原原作而已 甚至加上了原創 而且還能實際體驗操作 感覺是真的很棒 而說到製作組對於本作還原的重視 那就不得不提阿 齊玉老師作為本作標題的男主角 那一拳就能夠秒殺敵人的超逆天戰鬥力的設定 那這一點放在這一款中石原作的遊戲上 又會是怎麼樣 是不是抽到了齊玉老師 就能拳都一起秒殺 其他角色都不用玩了呢 相信這一點也有不少的玩家有所關注 所以我就找了一段這款遊戲的製作人 黃師傅對於這問題的回應給大家聽聽看 其實在我們設計齊玉老師的過程當中 當時我們就非常的頭痛 因為大家都知道齊玉老師他是一拳秒殺的 特別強 對 所以在我們遊戲的製作過程當中 當時我們就思考說齊玉老師這個角色 玩家第一他肯定想要玩對不對 然後想要操作想要打得爽 但是大家都知道又不能違背他這樣一拳秒殺的 這樣的一個特色 那到底怎麼去設計呢 所以當時我們團隊的同學研發同學 都有來跟我們溝通在交流說 這個齊玉老師到底應該怎麼設計 後來我們絞盡腦汁 我們終於想出了三種齊玉老師的設計方式 那從以上簡單的方法當中 我們可以得知啊 這組組他們也為了這難題是花費了心思 而最終他們想出了三種時期的齊玉老師 第一種就是還沒有光頭錢 還不能一拳秒天秒地的色觸西裝版齊玉 我們可以看到齊玉老師那個時期真的是非常的熱血 以及第二種睡衣型態 也就是我們動畫中的第一季的第一集就可以看到的 所以夢中的形態是齊玉老師他自己幻想的樣子 所以也必非是能夠一拳秒天秒地的形態 而這裡呢 也希望也不要有雲觀眾看到就酸說 欸一拳超人怎麼沒有一拳秒殺在那邊酸啊 那你這樣子會被笑說 你連原作啊連動畫都沒有去看的雲觀眾喔 那以上這兩種呢 還不是能夠一拳就秒殺的齊玉啊 官方呢就放在卡斯內可供玩家抽取喔 那這樣子呢也就能夠讓我們玩家啊 既能夠玩得上齊玉老師的同時呢 也避免的與其他可抽取的角色啊 產生了戰力失衡的問題 這一波操作不得不說很聰明 那第三種呢就是一拳秒殺的無敵型態啊 那這裡製作組呢就用了非常巧妙的做法 那就是這第三型態啊只存在於劇情當中 我們可以用QTE來演出 同時這款遊戲啊也引入了不少原創支線和角色的專屬任務喔 將普通英雄的塑造啊放進了支線劇情內 讓我們得以身挖原作裡那些礙於篇幅而無法去詳盡描寫的各個英雄 畢竟也不是每一位英雄都有無造騎士那樣的待遇對吧 而這一點啊也是遊戲的一點很大的優勢喔 就不同於漫畫和動畫以及電影啊 遊戲可以不太受作品節奏的束縛 而可以通過豐富的支線啊彩蛋啊 來輕鬆呈現更多角色的立體性 那我這裡再分享一個官方超有才的原創喔 就相信各位應該知道KING吧 就奇遇老師前面打倒的怪物啊 那剛好KING都在旁邊嘛 所以就因此獲得第七名S級稱號的英雄喔 各位看看這論壇 網友們就在討論啊到底是誰打倒那個疫苗人的喔 你看看這個官方的真的是非常的還原喔 而就有了這一場網友們幻想的燦透喔 所以說我們想要接下來就是可以去操控啊 網友們幻想的戰鬥的KING是怎麼樣 哇 居然是實體Zawaguto 還有看看這個帝王引擎的發動 哇 我也不是說啊 官方這個將網友們對KING的幻想啊 的實體化實在是太有才了喔 喔 這個帝王引擎的特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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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奇遇老師暗蟲登場 剛好秒掉這個疫苗人 哇 不得不說官方這一段原創啊 實在是太有才了 對吧 再來分享我個人還挺喜歡的 就鄉庭世界的探索與交互 哇 看看這一些城市內的風景 彷彿好像還真的去日本那邊玩了一趟喔 你看這些人雜聲啊 店面啊 哇 其中最讓我感受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啊 不只有白天黑夜的寫實氣候變化喔 甚至怎麼樣 還有下雨 然後他們下雨的時候啊 那些NPC那些路人啊 還會自己撐傘喔 那沒有帶傘的就跑步躲雨 哇 真的這一些小小的細節啊 都可以讓我更加有帶路感喔 好 那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就雨停了啊 那這些路人呢 他們又會怎麼做呢 好 像天氣啊 雨停了 我們看看喔 喔 眼前的這些路人呢 就把這個傘給收起來了 哇喔 喔 這邊還有個賣麵包的店員 好 我們再來逛一下 看一下這世界的美麗的風景 城市喔 喔 這邊還有手機可以上去喔 好 我們來看眼前這是一個咖啡廳 喔 看看裡面 哇 裝潢的Tino 哇 好 我們走出這個咖啡廳路口 好 我們再來 稍微環繞看一下 這一個城市的夜景喔 喔 好多路人在那邊走 真的有讓這個城市 栩栩如生的感覺啊 喔 這裡來到十字路口 那 前面呢是一個四趴 是一個超市 我們也甚至可以來超市上這邊逛一逛喔 來買東西 你看這超市上這些食物啊 哇 我都想要買了 哇 真的是也挺逼真的喔 好 我們來跟店員買個東西 我們來兩個衣花飯糰 好 我們來四處看看 這邊有一個小巷子裡面 慢慢走一走 繞一繞喔 英雄百貨 前面這邊 有一個遊戲中心 好 我們進去看看 哇嗚 喔 這個架子上還有龍捲的手辦 喔 還有夾娃娃機 喔 做的都還挺逼真的耶 喔 這邊有人在玩賽車遊戲 好 我們來打一個遊戲 我們來玩玩看這個 有玩 有玩 我在遊戲中裡面玩遊戲 哈哈 好 我們來 喔 操控前弱勢喔 好 那我這裡直接跳轉到遊戲後面 給你們大概了解一下這個小遊戲裡面是大家在玩什麼 還挺有意思的啊 好 到重點 我們再來四處晃晃看看 喔 這個地方 喔 這邊有個漫畫店 我們進去看看 哇 一進來就有人在哭 覺得太感動了是吧 哇 二人在哭了愛的故事 這次的新劇情 這次的新劇情 哪是感動的呢 哇 好 我們再來看看 喔 這邊有個中古店 喔 這裡賣好多 中古的東西 好 那我就先簡單逛到這裡啦 那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沒有逛喔 再逛下去可能影片要半個小時以上 那就先這樣 好 那總的來說呢 一拳超人世界 有著很不錯的底子和框架喔 他對於原作的忠實度也非常的高 並且在這基礎上還增加了不少的原創劇情和新穎的玩法 而且遊戲中美味角色的操作機制 技能模組 攻擊方式都非常有各自的特色 真的能感受到製作組他們在設計美味角色時的用心 以及戰鬥上那些combo連招打成的一些打擊感啊 回饋感啊 快感啊 真的是爽度爆表 哇 真的是你整個操作起來啊 哇 真的好像你是操作的那個英雄在那邊戰鬥 真的是很有感啊 很好玩 所以綜合以上所說啊 就我目前個人的遊玩體驗來說啊 這款遊戲這確實是充分的發揮了一拳超人 最優秀的IP的潛力喔 隨著遊玩的體驗啊 也就能感受到製作組他們想要做到漫改變化版的野心喔 所以對於原作黨或動漫的粉絲啊 以及動作遊戲的愛好者來說啊 我個人覺得是值得一試喔 很是推薦來體驗看看 那大家有興趣呢 可以趕快追蹤喔 一拳超人世界啊 Facebook粉絲團 最新的情報啊 和周邊的獎勵啊 都在這裡喔 那連結我也會附在影片視頻下方的簡介說明欄那邊 記得可以看一下 好那影片視頻都看到這裡了 不知道各位看了有什麼想法呢 可以的話底下留個言讓我看看吧 那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幫這部影片視頻點個讚分享出去 那我是魔幻光 我們就下部影片視頻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見囉 感謝各位的收看